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活着吗 说还有四个活着 一共九个 说还有四个活着的 一律处死 弑君者一律处死 元凶守恶克伦威尔说死了 已经埋了 跑出来 削手势众 刚死了两年 英国可能气候湿润 应该烂得快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还没烂 可能克伦威尔有防腐措施 没烂 没烂的话把脑袋砍下来 势众 这就是弑君者的下场 不但把脑袋砍下来了 插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肩顶上 一种说法是插了二十多年 还有一种说法是插了六十一年 那大教堂很高 你想那哥特式大教堂 抬头一看那帽子都掉了 那么高的大教堂的肩顶上 插那克伦威尔就被大家遗忘了 上面还插一克伦威尔大家忘了 脑袋插在那 势众 若干年后就没人关系他就忘了 直到伦敦要赢奥运了可能 还因为什么大教堂整修一下 整修一下 想着拿一克伦威尔 已经风干了 就被一个考古学家给收藏了 成了一件藏品 有收藏的 收藏什么都有 这比玩锅锅带劲 所以资产金这个新贵族后悔的 常常都清了 你看这国王怎么搞的 所以怎么办呢 第四 把他赶走吧 赶走吧 好不然熬到他死了 他弟弟杀的比他还坏 这都错了 然后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 把一世都改成二世 要在全国恢复天主教 这下麻烦大了 如果天主教得以在英国恢复的话 那最大的麻烦在哪呢 那可就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要复之东流 就连宗教革命 宗教改革的成果也怎么样 也完蛋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就不光是说资产阶级革命 那就连宗教改革的成果都完了 而宗教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恰恰是英国这些贵族 所以这些贵族我们不干了 你这国王的闹忒没溜了 你说你把可洛威尔脑袋砍了就砍了 你要把我弟没收给跟你急 你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议会 英国议会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 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 承袭英国王位 这次政变叫做光荣革命 看到了吗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为什么她光荣没流血 因为她认识到这一点 杀人是解释不到问题的 查理一世上断头台之前说了 希望我最后一个为政治变革而流血 结果大大之后太多的人为政治变革流血了 英国人不能再这么干了 把詹姆斯二世轰走就完了 她闺女嫁到荷兰去了 她女婿是荷兰的执政 荷兰是个共和国 干之正有啥劲 英国比荷兰大 所以愿不愿上我们这当国王来 那胳膊一拍大腿太乐意了就来了 领了一万五千人在英国登陆 所以人家两口子一来 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 好 不有血的政变 把国王赶走了 赶走了之后怎么办 用什么手段来保障革命的成果 这就是著名的权力法案 是吧 所以马上看 光荣革命以后 光荣革命以后 这个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议会通过一系列 注意啊 不是就一个 旨在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 其中1689年的权力法案 Bill of Rights 权力法案影响最为深远 权力法案 以明确的法律条文 限制国王的权力 保障议会的立法权 财政权 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王权 国王统而不至 英国的君主立限制确立了起来 找到了吗 哎 你看你比如说他这里边有吗 是吧 这个选修跟那个必修实际上是 他的内容一样嘛 议会必须定时召开 征税权属于议会 议会下院议员由自由选举产生 议会内演说辩论或讨论国家大事的自由 就我在议会里边 我说什么都没关系 我不负法律责任 明白这意思吗 我攻击首相 我攻击哪个部的大臣 你不能把我抓起来 我议会里边的演说辩论什么 是自由的 英国贵族 英国欧洲民族都有上语的传统 他不像中国的贵族 玩毛笔 玩鸟 玩票 干热 外国贵族都是玩宝剑 要有个挂着剑 所以俩人在议会演说 咱俩观点不一样 说说吵极了 我堕死你 这剑就扒出来了 跟你拼了 所以你今天到英国议会去参观 你发现英国议会 跟长方形的屋子 两边是座 从高往第一排 影院那座的 中间一张大桌子 谁发言 谁到这大桌子这边来发言 大法官什么的议长坐在这边 对面是国王陛下的宝座 常年空着 国王一般就是不来 一般他也不来 那么两边议员在发言的时候 脚底下有一条绿线 双方谁也不许越过这条绿线 马赛克画了 这个绿线 那么这个绿线干嘛使呢 这绿线的距离有多远呢 就是拔出宝剑来看不着对方的距离 所以就单独君子 你也不能说不让带剑 人家欧洲尚武的民族 人家剑不离身 剑跟拐棍 多大的人都带个拐棍 都组个拐棍 那叫文明棍 文明棍 因为他主要那会脏 路上太脏了 扒了个东西似的 然后剑都得带着 他配剑 你不能说让他不带剑 不带剑不行 藏族同胞上飞机都带刀去 他得隆许 所以他就扒剑 看不着对方 就完了 今天他还那样在绿线 今天他扔矿球水瓶的这个专业 是吧 所以这个 未经议会同意 国王不能废止法律和停止法律实施 不得征税 不得为之常卫军 注意 行 这就等于把大抗议书的主张 就完全给怎么样 就落实了 明白的意思吗 国王的什么和什么全没了 不能干嘛 不能征税 不能养兵 还不能废止法律 军权 财权 就全没了 所以英国有一个成语 叫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破屋子 茅草屋 快塌了 说话塌了 是吧 风能吹进来 雨能吹进来 国王不经主人的同意不许进来 不仅不能跨进门槛 不能让房屋的主人要不同意 你不能进入破烂不堪的房子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就这么个意思 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权力法案 就是下一段的下一段 最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 那个黑体字上面 权力法案 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两个基本原则 找到了吗 即限制王权和议会的权力至上 找到这个内容了吗 找到这个内容了吗 限制王权和议会的权力至上 但是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 大家注意一点 国王的权力在权力法案中受到了限制 而不是废除 国王还有没有权力了 有啊 你不经议会同意 不得干这 不得干那 不得干那 你要议会同意了呢 你还是可以干一点点的 对吧 所以在这种君主立宪政体被称为二元君主制 这个以后我们讲一战以前的德国 二战以前的日本都是这种二元君主立宪 那就是国家有两个权力中心 一个是议会 一个是国王 但为什么到今天过渡成了这种议会君主立宪政 今天英国国王有什么权力吗 英国国王只有一个权力 就是同意权 是吧 同意权 议会政府的文告你要签字同意 你只有这个权力 同意权 没有不同意权 对吧 比如说议会通过了决议判处国王绞刑 需要国王签字同意 国王你的签字 我同意 是吧 如果不同意 不同意也不行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必须签字同意 嚇死自己 是吧 国王只有这个权力 每周二下午 国王召见首相 首相拿着文件 需要国王签字的文件 找国王去 今天的首相可能比女王的孙子都得小 差不多 女王都八十好几了 最起码女王儿子辈的了 国王一般跟儿子聊天 一般签 中午吃饭了吗 签一张 吃了啥 胃口还好 孩子多大了 上学了吗 进实验班了吗 一个一个签 是吧 一个一个签 不是看 你看什么 你看人家同意吗 你不看人家同意 那我看人家干嘛 直接同意 进实验班了吗 同意 拿走 他只有这么一个权力了 只有这么一个权力了 英国的王储 长着辈儿老的 你跟我叫什么来着呢 现在女王的儿子叫什么 查尔斯王子 老大是查尔斯吧 我估计他赶不着接班就驾崩了 我估计 他妈到现在还不退 你看这样子模样 看着比他妈都老 查尔斯王土 有一次他给朋友发个email 在email里面 他就抱怨 那时候还是布莱尔当首相 他在说英国的政策 太差劲了 你对外来移民 都比对英国的农民的政策好 因为他在农村有好多地方 大地主 他老跟农民接触了 他说你对从福建滑着洗澡盆过来的那帮人 你对那帮人的态度都比对英国农民的态度好 这不好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 他就跟朋友聊天 发个email 跟咱俩在底下活八道似的 结果这email公开了 不是他朋友给他公开 还黑客给公开了 可能给他破了 公开了 这下全国舆论华人 你身为王储 没有权利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 你只能说戴安娜好 还是卡米拉好 这是你的自由 你随便 你可以去卡米拉 你看卡米拉那模样 看见像那匹七个顿骨 像干大 是吧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 戴安娜的模样 就搁在英国是美女 拿中国来没人看 脸的雀斑 一寸多厚 是吧 你可以说这个 你可以说打狐狸 是打前爪 打肚子 你可以说这个 你不能说政府 关心谁 不关心谁 王储很委屈 我不是说跟大家呼吁 我跟哥们聊天 你们俩在底下聊天都不行 聊天都只能聊卡米拉 不许聊这个 是吧 不许聊布莱尔 你不许聊布莱尔手下 是吧 然后来王储的总管 王子他也有言论自由 屁 政府说 没有 你没有这个自由 你没有谈论国事的自由 所以英国王室成员 只能干什么 一开始你可以从军 你可以从军 要不你就可以去干慈善 就干扯淡的事 反正是正经事 那是一点都不能干 你一点都不能干 所以英国王室都从军的 都必须得从军 而且一般都是当什么 海军 一般都是海军 很厉害的 就是查尔斯的弟弟叫什么 安德鲁王子 安德鲁王子马岛战争的都是航母上的直升飞机驾驶员 是吧 直升飞机驾驶员 牛到什么程度 阿根廷发射导弹 打英国航母 是吧 法国飞鱼导弹 你眼瞅这航母叫完蛋了 在情况下 安德鲁王子驾驶直升飞机起飞 是吧 引着导弹跑 导弹就以为他是航母 就追过去 导弹傻 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精确 就看着热源 就觉得他是 眼看着导弹要击中直升飞机的时候 直升飞机骤停 他直升飞机可以空中停车 但是那很危险的 那很危险的 那玩不好就掉下来了 他啪一停 导弹停不住 过去了 扎海了也炸了 要不然那航母就完蛋了 安德鲁王子他当时是海军上位飞行员 保住一艘航母 就是说原来国王有权 原来国王是有权的 那为什么后来国王他没权了呢 为什么后来国王没权了呢 这很有意思 1701年 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 来限制国王 你王位继承依据法律了 不能你想怎么来怎么来了 那么这个王位继承法怎么规定呢 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 这不是国王跟王后 而是两个国王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 威廉死了之后 威廉就是威廉三世 他死了 然后他媳妇寿命长 女人的寿命比较长 继续统治英国 这就是玛丽二世 然后两口子一死 没孩子 没孩子怎么办呢 他们的妹妹 就是玛丽女王的妹妹 安妮女王统治英国 安妮女王又矮又胖又难看 一辈子没嫁出去 你说英国人挺逗的 你娶过国王就多爽 不完 没嫁出去 所以安妮女王一死 完了 斯图亚特王朝绝世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 撒亡传死了 没孩子 没有孩子传下来怎么办 那就找吧 谁跟他们的血缘最接近 谁跟他们是亲戚关系 是这个家族的 一找找到了 什么人呢 德国人 德国的汉诺威 汉诺威这个地方 汉诺威是能够参加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七个选帝侯之一 是吧 所以德意志 汉诺威选帝侯乔治 他跟他们是一个家族的 是吧 血缘最近 哪能能倒上 是吧 所以英国就派人来到德国的汉诺威 就找这个乔治 是吧 老乔啊愿不愿上那当国王 是吧 老乔说我都五十好几了 一句英语也不会 我怎么上你们那当国王 没关系 是吧 你这个国王也不用干啥 是吧 俸禄比你那优厚 是吧 然后香肠啤酒都可以 是吧 然后你带老乡去都没问题 是吧 你不用说英语 你等来说德语就行了 于是说德语的国王 就来到了英国 英国就开始了汉诺威王朝 开始了汉诺威王朝 今天的英国国王 都是什么人的后代 德国人的后代 原来是法国人的后代 现在是德国人的后代 一战的时候 这个王朝改名了 因为这个王朝 汉诺威是德国的地名 是吧 我们跟德国干仗 为了摆脱掉王室的这个德国色彩 他们改名叫温莎王朝 实际上就是当年的这个 汉诺威王朝 一脉相言下来的 所以这个 汉诺威王朝一建立 国王乔治一世 不懂英语 老家的寿命还挺长 在英国干了二十来年的国王 不见大臣 不出席议会的会议 不召开书密院会议 去了之后什么也不会 我也听不懂 是吧 五十好几 现学也来不及了 你一找一个翻译 翻译给你乱翻怎么办 所以我就整天啤酒香糖 德国老乡 不去了 等到他的儿子乔治二世继位了 乔治二世 他也是成年了继位 到英国也成年了 英语也不打地 反正跟人交流可能也有点困难 再加上乔治二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御驾亲征的国王 他更喜欢打仗 当时是跟路易十四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 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 所以在欧洲大陆上的时间比在伦敦的时间长 在战场上的时间比在宫殿里的时间长 那哥们打仗 在欧洲大陆打仗 这倒是真是法国打败 他可能也干了二三十年 等他一死 乔治三世继位 乔治三世倒是没问题 英国出生英国长大 懂英语 问你这哥们癫痫 是吧 是吧 上了上了潮子上抽了 是吧 癫痫 乔治三世的时候 美国独立的 北美独立的 乔治三世好像到18多多年才去世 等于这仨乔治统治了英国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实际上就是统而不治了 因为这爷儿仨 祖孙三代 你不怎么见大臣 是吧 也不出席议会 等于国王自己就把自己的权力给怎么样 放弃了 那你不干 这活总得有人干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英国的责任内阁制 是吧 第一点 首先是责任内阁的由来 第一点 英国很早 英国国王很早就有在宫中小房间开会的一个传统 就相当于找一些班干部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相当于找一些班干部 贵族大臣高级教士 找一些小班干部开会 有点类似于咱的军机处 那意思 找一些小干部开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18世纪以后 国王不出席了 那不懂英语出席干嘛 是吧 不再找班干部了 那你不 国王不再召开班干部会 就得班长给召开班干部会 是吧 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担任财政大臣的下院多数党领袖沃尔波尔主持内阁会议 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开始形成了 你不干事 就得有人干 所以谁来干呢 就平时国王召集的这帮大臣 你得选个头出来 国王不召集他们了 你老召集我们 这个部的大臣哪个部 最重要 财政部 没钱一切都扯 对吧 所以大家就推举什么呢 财政大臣来担任这个英国的这个内阁的召集人 后来这个财政大臣就变成了什么呢 首相 所以到今天你要看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直观表啊 没有这个president 他没有这个词 美国总统是president 英国没有 英国叫第一财政大臣 是吧 你排第一名的是第一财政大臣 你还有一个财政大臣 那这是有什么区别 第一财政大臣实际上就是什么 首相 财政大臣是真正的财政大臣 这个意思是吧 所以英国的这个财政大臣啊 这个这个就是沃尔波尔成为英国的第一任首相 那这是这个第二点那就是首相怎么来的 第三点就是责任内阁制简称为内阁 省老是首相成员是各部大臣 原来的内阁不一定各部大臣都是内阁成员 那从这个责任内阁形成之后就各部大臣都是内阁成员了 这个集体负责 大政方针上保持一致与首相共进退 首相说要打阿富汗计划生育大臣不同意 那计划生育大臣就得怎么样 就得辞职 对吧 你一不同意就辞职 你不可能让首相不打 你必须与首相共进退 如果不同意 我反对打阿富汗 反对打阿富汗 阿富汗人挺少的 别在那计划生育大臣 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那你就下野 你就得辞职 首相是不辞职的 所以你看英国的首相干的时间一般都挺长的 不像日本首相 日本人都认不过来 一看电视 两天没看电视 又换首相了 你看英国首相干十几年都有 你刚才三千人首相 十二十七九年干到九一年 干了多少年 所以如果议会 如果议会 该第几点这是 第四点 如果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 内阁就要垮台 但首相也有权解散议会 重新选举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 还得往下画 画完了再解释 还得往下画 一个政党 一个政党成为多数党时就获得了执政地位 党的领袖就被任命为首相 有权提名内阁成员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 又能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 翻过来 下一点 我不知道几了 你们自己自己数 下一点 英国议会早期两个不同的派别 灰格党和脱离党 灰格党的意思就是歹徒 脱离党的意思就是盗马贼 估计这个党名是对方给起的 你们是歹徒党 你们是马贼党 这名字都留下了 那我们就叫歹徒党 对方那我们就叫马贼党 就是歹徒党和马贼党 这两个党 然后内阁形成后 两党开始轮流执政 分别演变为自由党和保守党 那灰格党就变成了自由党 脱离党变成了保守党 20世纪20年代 1920年代自由党衰落 公党和保守党成为英国议会的两大政党 还有没有其他党 有啊 还有共产党 对吧 就别以为英国就这两个党 不是海了去了 那海了去了 第三大党就是自由党 现在第三大党 保守党 公党 长期轮流执政 别的党没戏 因为你只有是议会的多数党 你才能够干嘛呢 担任首相 明白这意思吗 比如说现在议会大选了 这一大选的结果 保守党占了议会60%的票数 那好吧 保守党的领袖就出任内阁首相 能明白这意思吗 出任内阁首相 你出任内阁首相 你就掌握了行政权 议会是掌握什么权的 立法权 可议会的议员都是你这个党的 你又是这个党的领袖 那一般来讲议会就会跟你怎么样 保持一致 能明白这些吗 就会跟你保持一致 所以你就可以影响到议会 其实中国如果将来能够走向民主的话 最适合搞的就是这种责任内阁制 要像美国那样 总统跟国会不是一个党 那就掐起来了 台湾不就是什么 对吧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立法院被国民党控制了 完了 陈水扁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发表你想干点什么 议会都给你否决 否决 我见了贬 我就贬你 我给你否决 我就贬你 找贬你 你完蛋了 所以还是这种责任内阁制 等于政府跟议会是一个党 但是有朝一日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 那这麻烦就大了 你一个党子都不信任你 你说你还干个啥劲呢 你还干个啥 那内阁就得怎么样 就得垮台 那玩不下去了 我就垮台了 但是你垮台不要紧 垮台了之后 还是你这个党子怎么样 执政 你就换个人都完了 你不来人了 我不玩了 你们不信人我不玩了 所以不来人不干了 不来人好像是到任期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我让我的副手布朗出任英国首相 那还是我们工党执政 明白意思吗 假如这哥们比较宁 你不信任我 好 我上奏国王 当然这只是走个形式 我把议会解散 重新大选 这赌博就太大了 你一个党都不信任你 你这一选 万一把别的党子选上来 你更完蛋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一般情况下很少有这种 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这事比较少 或者他就是说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你比如说我宣布明天重新大选 反对党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我这都暗中都布好局了 因为我掌握政府的资源 小广告都印好了 然后顾一帮民工都在马路上都给发了 你反对党没来得及 反对党你没来得及 我发完之后 我就宣布禁止发射网告的上街 你傻眼了 你傻眼了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能明白吧 但他为什么责任内阁这是怎么个运作 就是这么着 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出任内阁首相 实际上内阁是对议会负责的 国王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利了 统而不至 就只能干这个了 就是国家的象征 就在跟咱们中国古代的孔子的后代似的 国家的象征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的存在 就这么个意思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内容 英国资产金革命 第四个内容是启蒙运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没法 重要的没法用语言形容 首先 启蒙运动的背景 启蒙运动的背景 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特别是资本主义什么的发展呢 就是一个是经济 再一个是科技 所以这两个东西的发展 经济和科技 新兴思念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的压迫 在思想领域展开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 思想解放 所以称之为启蒙运动 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的束缚 搞了这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叫做启蒙运动 这实际上就跟我们前面讲过的文艺复兴一样 它的性质就是一场思想解放 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 首先启蒙主义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 洛克 他认为洛克发表政府论 找到内容了吗 然后洛克认为 画一下洛克认为 第一点 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政府 目的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 就是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 这个就是社会契约 咱们讲过这社会契约怎么回事 对吧 就讲斯宾诺沙总的讲过这个 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个 那就是政府跟人民是契约关系 什么契约关系 政府是人民怎么知道的 就是我顾你来的 对吧 我顾你来干嘛呢 伺候爷 对吧 你要伺候爷伺候不好怎么办 爷换个人来伺候爷 明白这意思吗 你是这样 你不是来统治我的 你是为我服务的 对吧 你是为我服务的 咱们现在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甭说政府了 什么政府机关 叫四大男 门难进 脸难看 话难听 事难办 你说我想办个户口 我想签个户口 你不跑了十八趟 你签不下来 现在你跟他服务的派出所 什么的 夺服务很热情 那一会他点着病 小丫头十几岁 你甭管你多大岁的时候 女警察指着鼻子骂你 这都是弄不来什么的 都这样 你还不说政府部门 你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天天跟食堂那帮人打架 不是我 我不干的事 我是看价的 天天跟食堂的 大学生天天跟食堂卖饭的那帮人打架 为什么 不是给太少 比如说你把饭票给他递到手里 他把你的饭盒顺窗口 给你扔出来 特不耐烦 给你扔出来 有的能够扔地下去 直接你没接住就扔地下去了 他没有那种感觉 我是为你服务的 他感觉是什么 我管你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求着我 我管你 那会儿都是大学 什么人都是管你的 连扫地都是管你的 对吧 扫地都是管你的 你扔一个纸 刚才扔纸 所以他就是说 他没有服务意识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没有这种意识 没有这种意识 所以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 外国人到中国来 外国人就哀叹 说你们中国真是劳动者的天堂 你到商店买东西售后员是大爷 爱拿不理的 我小时候都说那也是售后员 爱拿不理的 懒得理你 东西都给你扔出来 你买东西都给你扔出来 现在这样你抽的都没问题 大嘴巴山都没问题 他下岗 他得给你道歉 那会儿可不是这么回事 什么都是国有制 公共有制的 万恶之缘的简直 太可你没经历过这个时代 太可商店的售后员 公交车的售票员 天天跟乘客打架 揪头发那么大 到那份上 开门夹你什么的 这有事太多了 太多 他没有服务意识 就我管你 谁都管你的 你永远是被管的 永远都是被管的 是吧 所以陌生说了 政府你不是管我的 你是干嘛的 你是伺候我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是伺候我的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认为君主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 不是上帝的 军权谁授予你的 人寿嘛 人寿保险嘛 就这意思 人寿保险嘛 是吧 然后这个 第三个呢 他提出了分权学说 分权学说 分权学说 下一行 立法权属于议会 立法权属于议会 行政权属于国王 对外权 下一行 也是国王 也是国王 就是他这是分权 不是三权分立 明白这意思吗 立法权属于议会 行政权和对外的权利属于谁 国王 行政是对内的 外交是对外的 这个属于国王 那属于国王 这是第三吧 洛克的第三吧 第四 洛克的第四 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就主权在民嘛 如果国王或政府 违背了人民的意志 违反社会契约 这个人民就没必要服从 有权推翻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 这个下一段 对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后这个 所以他的这个思想 就是民主启蒙 等于是 包括其实那个斯宾诺沙 那也属于这个 思想启蒙了 那也属于思想启蒙 到了这个18世纪 启蒙思想的极大成者 就是在哪呢 这个法国了 法国了 那所以第三 理性主义思想 那就是这个 这个 启蒙运动的这就是思想核心了 那思想核心了 背景是一 那二介绍一个英国的核心是 这个 理性主义思想 呃 启蒙思想家 下一行 否定一切外在的权威 认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是人自己的理性 所谓理性 所谓理性 指人自己思考 运用自己的智力去认识判断理解事物的能力 后边加上一句 是吧 后边加上一句 用人的思考 用人的思考 代替神的启示 用人的思考代替神的启示 和国王的御旨 理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 啊 你要自己思考 你用你的思考来代替神的启示和国王的御旨 你别这个就是上帝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当然上帝说的不见得不见得是他老人家本人亲自说的 是吧 然后你别这个这个就国王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但是上帝说的不见得是他老人家本人亲自说的 是吧 你要有自己的思考去判断 这实际上就说白了 就像咱们中国这个文革结束之后搞的那个什么 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就是那么个事儿吧 你自己去判断 自己判断 没必要这个什么都听那个国王的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这么一搞 好 这么一搞 这个 下一段 这个理性就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了 成为启蒙运动 然后下一段 启蒙思想家 这个想构建一个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时代 抨击天主教会的权威和迷信 反对专制和愚昧 提倡科学自由平等 反正你就知道他提倡民主和科学 那自然就反对什么 专制和愚昧 这像咱们前面讲过的什么 中国 中国 新文化运动 就这个意思 民主 反专制 科学访愚昧 人权反 王权 他的核心 没什么可记得 所以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比如福尔泰 福尔泰 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 法国人 法国人 他的特点 第一个 第一个 他猛烈的抨击天主教会 第二个 反对君主专制 倡导君主立宪 反对君主专制 是吧 倡导君主立宪 第三个呢 是提倡天赋人权 可能大家听说 福尔泰有一句名言嘛 就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但是我 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就保证人的什么 言论自由嘛 他这好像是跟孟德斯丘是跟谁论战的 是吧 他给孟德斯丘写的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是吧 言论自由嘛 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咱们今天强调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你看这两次特别有意思 和 就是人人有饭吃 看到没有 是吧 一个口一个装去 一人一口装去 和就是人人有饭吃 邪呢 大家都说话 对吧 大家都说话 一个言一个街 是吧 所以你和谐社会就是大家都能够怎么样 说话 实际上这个保证公民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由 并不是要求政府做什么 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 是吧 有的事你不用管 是吧 你不用管 你什么都管 你累不累啊 而且你一累你花钱怎么样 也多啊 是吧 你等天在网上盯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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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花钱啊 你不得故意帮人干这事啊 对吧 东西够盖多少个希望小学了 是吧 所以他不是这种 不是说这种 就是说你什么都得政府管的才好 什么都得政府管才好 所以有的时候你政府不做什么 也许更能够有助于社会的那种发展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梦梦这个福尔泰啊 下面一位孟德斯鳩啊 这人更了不起了 提出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这三权的互相怎么样啊 制衡的啊 国王只能行使行政权 立法权和司法权应当 分属议会和法院 三权分立 彼此制衡 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彼此制衡 它的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 这个不管你们政治课怎么讲 也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提倡 到目前为止 这个三权分立的这种政治体制 确实是人类能够发现的最好的这个政治体制 这个民主啊 他不是高效的 对吧 不高效 但是他做好事不高效 干坏事他也不高效 明白了吗 哎 你个人独裁专制 民君圣主 干好事高效 干坏事更高效 而往往独裁者干的坏事比好事怎么样 多呀 中国历史上四百多个皇帝呢 干好事你能数出来几个呀 是吧 或者不干事 不干事还好点 就怕干坏事 你能数出来干坏事的几乎跟干好事的一样多 0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听课 进修的时候 有一堂课是 那个教授他不会说中文 不会说中文 他就说英文 说英文 然后翻译他说一句 他说一句 翻译给翻译一句 我一般情况下 我只听翻译说的那话 我不听他的英文 反正有翻译 当然他翻译说的那话 一般你也听不懂 是吧 你也听不懂 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 是吧 他的普通话 一句话 二百多个啊 然后他就啊出来 这玩意比大便干道还痛苦 但是 那个教授说的有一句英文 有一句英文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而且我很感兴趣 他怎么讲呢 他说 Democracy isn't the best choice 就是这个东西 民主不是一个什么 最好的选择 isn't the best choice but it's the most not by the way 这话绕嘴 most not by the way 就是说它是一个最不坏的东西 它是一个最不坏的东西 它不是最好的 但它是一个最不坏的东西 其他都比它坏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